把圖放上去 特別是圖放哪裡? P1放在綠島機場的第二段這邊 提供的題這邊 然後把它拖拉過來 拖拉 我習慣是拖拉放開 放開到哪裡? 提供的題的前面放開 然後它要不要替代文字不用 按確定就可以了 那你會發現 它就會幫我把它放在這一個文字的左邊 OK 不過這一題有講到就是說 它希望把它放在 剛好就是說文字跟圖各一邊 效果的話有點像是各位看到這樣子 圖一邊 文字一邊 然後一個回導欄 類似像這樣 那可是問題 CS6反而沒有一個功能是 就是讓它靠左邊對齊 所以你會發現這裡面沒有一個 靠左對齊的一個功能 那所以怎麼辦呢? 這個地方特別注意 如果說以後有一些功能 它不存在於這個底下的這個功能列的話 那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可以再切到 這邊有個快速編輯 你可以切到這邊有一個小機關 快速編輯 這個什麼快速標籤編輯對不對 請各位注意一下 這邊請你自行在增加一個對齊靠左的一個標籤 不過可能會有點難度 這邊好像太小了 乾脆你切這邊好了 切分割 分割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可以把我們的這個設計的畫面切割開來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這邊有程式嗎? 其實說真的 背後呢就是靠它去運行的 也就是在網頁裡面 它為什麼呈現出來 是這樣 主要是 在這個地方 這個圖喔 它會幫你mark在這邊 那請各位注意一下 這個難度比較高 請你在這個斜線的前面這個空白的地方 加一個標籤喔 請你不要加錯喔 這怎麼加喔 我加這個給大家 請你在這個後面的空白鍵一下 再加一個標籤 對齊喔 就是你打一個ali align gn這樣子 等於什麼呢? 等於雙引號兩個移到中間 打一個letter 這樣的話呢 你在有沒有 這個意思就是說 靠左對齊 不過因為 它那個 預設的功能裡面沒有提供靠左對齊 所以我們必須要自己打上去 這個是難度最高的 然後你把它怎麼樣 把它再點擊這邊一下 你會發現 它就會呢 幫我把這個靠左對齊的這個效果呢 把它 有沒有發現 它就幫我靠左對齊了 圖跟文各一邊的 特別注意喔 關鍵在這裡 最難的在這裡 OK 先選圖一下 所以你會發現這一串 打在這裡 OK 等一下可以試試看 然後再來的話呢 其他也是一樣 下一張 我再注意一次給各位看 拖拉過來對不對 放在那個南寮浴港下面這一段的頭 按確定 可是它沒有左右嘛 所以怎麼辦呢 再點擊它 這邊會選取 那其實你不用重打 你可以把上面這個 這個link 然後呢 這個地方複製一下 貼到哪裡呢 貼到 空白 貼上 然後再移過來 有沒有發現它又左右了 所以其實主要是這一行 這個是最難的地方 OK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需要 底下都一樣了 所以另外 再把P3放過來 然後再做一個對齊 再來的話 最後還有一個什麼 再加上呢 回導覽列 所以這邊按Enter Enter之後的話呢 再把這個圖 回導覽列那個叫Top 的這個圖呢 放到這邊來 然後呢 替代文字好像不需要 按確定 也是一樣的狀況 如果我今天希望這個圖 回導覽列呢 能夠幫我怎麼樣 不要放這邊 靠右的話 那怎麼辦 其實跟剛剛一樣 選它之後有沒有 然後你會發現 當你選它的時候 因為我是分割模式吧 它這個地方會是灰色的 那一樣怎麼樣 你就把 剛剛的那個靠左對齊 改成靠右對齊 那怎麼改呢 空一格 把剛剛的貼上對不對 然後這邊不是剛剛是Lapt 改成什麼呢 改成Right 應該會 Right OK 剛剛是靠左 現在是靠右 OK 好點擊 那你會發現呢 它就 幫我什麼 靠左對齊了 那 因為我希望 點它之後 跳到上面的話 那我還需要做什麼 點它 底下的話 有一個連結 請你什麼 連結到 緊 有沒有 特別叫連過去的話 前面一定有緊 TOP OK Enter一下 那這樣的話呢 其實你只要做一個 那底下怎麼做 底下就選它 Ctrl C 選它 Ctrl C 然後呢在底下這邊 Enter一下 然後貼上不就好了 按確定 你會發現呢 這個它自動會放下來 那其他都一樣 這邊也是一樣 Enter一下 然後呢 貼上 它一樣怎麼樣 會幫你放過來 所以呢總共有四個 你就貼四個 那做完之後的話 你把它Save一下 就可以 做一個最後的預覽 你確定一下 綠島機場 跳下來 OK 沒問題 回導覽圖 OK 又可以跳下來 有沒有 一樣啊 因為底下還有另外兩個 做法一樣 所以我就不demo了 反正做法差不多 一樣 OK 那請各位 試試看好了 我想最重要的關鍵 應該是在這裡 就是Azine這個地方 這個要自己打上去 加這個東西 來把畫面 再還給各位一下 那今天的部分 你把它做完之後 一樣就是把它怎麼樣 做那個按右鍵 把它怎麼樣 這個地方 壓縮成106 並且繳交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今天的話呢 大概就是 會有兩個作業 一個是 102的那個 雲端的那個硬碟 短網址加QR Code 那一個是今天的那個 106.eip的這個 今天的部分沒有變話題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